太武山飙高253公尺是金门最高峰 一般游客熟知豫章路路口 但最近几年来喜爱挑战古道秘境登山的民众是越来越多 有近一多次传出迷路甚至失足跌落山谷 17号消防局第二大队和金管处合办救援演练 希望做到有备无患 也提醒登山最好结伴可以相互照应确保安全 然后我们现在架设的方式跟以前比较不一样 以前的架设是一个主要的操作系统 另外一个所谓的确保系统 然后现在所谓的不管是国外或是现在台湾所谓的KRT 他们现在推崇的是所谓的双绳张力系统 金门县消防局第二大队出动金湖金沙 两大消防分队五车二十人 以蔡挫古道支县小龙山为标的 假定接获民众报案登山的时候失足 跌落目视大约三十米深的山谷 现场进行救援演训 民众健康意识抬头 池塘相接攀爬古道未为风潮 鉴于日前在地区登山古道上曾经发生有民众因不熟悉路况而迷路 甚至有因为不小心而受伤 需要消防员前往协助救援的案例发生 那在今天消防局第二大队所属金湖跟金沙分队 结合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人员总计派遣各式车辆五车二十人 前往蔡挫古道的百二街实施一个救援的演练 过程中确保搜救人员安全的前提之下 火速的架设 救助器材实施系统 以及省力的滑车拖拉系统 随后陆续完成吊挂救援 透过演练熟悉救援任务 同时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实施救援 由收救人员利用索协的一个救助技能 实施低索救援 在此也呼吁民众 因为我们目前所走的一些古道 均没有相关的安全防护措施 建议希望大家能够结伴同情 不要单身前往冒险 当你受伤的时候 能够尽速拨打119 告诉我们你的位置 以方便我们消防人员快速进行救援 透过训练 让游客和民众为挑战登山秘境 受伤受困时 消防人员可以保持熟悉度 消防局也提醒民众 攀爬太武山登山秘境的时候 最好结伴同行 在挑战前必须做好完全的准备 确保自身安全 感谢您的观看